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五四的小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上一堂很特别的数学课 叫做寻找分数小精灵 其实他让我们去找一个分数 然后他会有什么呢 他会有魔力哦 蛋糕店的老板做了好多的蛋糕 那老师特别拿这个红色的 我称呼它叫做什么 一条蛋糕 那请问一下 这一条灰色的 它要称呼是多少条的蛋糕 一块蛋糕里面它三块的其中一块 我们就称呼它叫什么 三分之一条 用你的分数专块拍摆看 拿出五分之二条蛋糕 六分之三条蛋糕 八分之四条蛋糕 那每一个是二十分 开始 这个呢 八分之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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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呢 十分之四条 十分之四条 为什么我叫 称呼它叫八分之四条 四个八分之一 四个八分之一 四个八分之一对不对 老师拿出的是六分之二条 有没有小朋友要告诉我 拿出跟它一样长的是谁 前面老师拿了六分之二 那刚才有同学已经拿出了三分之一条 对不对 那又拿出了什么 十二分之四条 都一样长 怎么记录它们是一样长的 哦 这样是不是一个记录的方式 等号来记录分数是怎样 一样大的 这三个分数 分母都不一样 为什么它们分数就都会一样 能不能用教具来做说明 因为那个三的两倍就是六 是 所以我们乘二 然后这里如果乘二的话 这也是二了 然后这也是六 所以六分之六就跟三分之一是一样的 如果老师看不太懂那个乘几的话 你能不能用教具来帮我说 这个两个六分之一就等于一个三分之一 是 因为两个六分之一会等于三分之一对不对 所以如果原本一被分成三分以后 那我三分之一再给它怎样 切一半 所以一半会制造什么 六分之一出来对不对 可是呢 不能只有一个六分之一啊 要几个六分之一 两个六分之一 所以因此呢 一个三分之一就会是 因为你在多切对不对 所以每一份会变成更小 所以更小以后就会找到六分之一 它一半是六分之一 那六分之一需要几个 两个 所以就会是六分之二 是这样吗 是不是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进入一个游戏 这样有没有一样 这样没有 对这个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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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就 pass啊 那就是 pass啊 嗯 pass pass 好 来一点 有数点的啊 有数点的啊 拜拜 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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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為什麼你不贊成 或者你兩個都勾了選 有可能贊成 有可能不贊成 為什麼 那這邊稍微寫一下理由 現在開始 請大家 分母乘以二 分母乘以二 然後這邊是分母乘以多少 分母乘以多少 三分之二 然後六分之四是三分之二 全部都乘以二 然後這邊是三分之二 全部乘以三 三乘以三等於九 然後二乘以三等於六 然後 可以一直這樣擴分下去 然後小明說 他這邊乘以這邊 就一定要乘以二 然後這裡就變成四 那這裡如果變成這裡 照小明的說法來說 這裡應該要變成八 看我們不是這麼想的 我們就是想要 因為他如果這裡就乘以八 就變成這裡 那六就沒有算到 所以他就算法會分數出來會比較少一些 然後我們就覺得 如果這裡乘以三倍 這裡乘以六倍 然後這樣組組組 那他那些分數會比小明多一些 所以我們覺得 那個如果我們贊成小明那種寫法的話 這樣我們分數就會變得比較少 那個分母最小的那個三乘以二就是第二個 可以三對第三的 這個獅子有沒有可以贊成的地方 嗯 有啊 哪裡可以贊成 乘以五 這個乘以五 所以這一 如果只看這一個部分的話是贊成的 哦 那也就是某一部分有贊成 那 有些部分是 不贊成 是不是這樣子 進入另外一個遊戲 尋找分數小精靈 好 只要你給我一個分數 我都要找出跟他一樣大的 寫的比較多的同學 你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策略是什麼嗎 那寫的沒有那麼順的同學 你可以去聽聽看 誒他們是用什麼樣的方法 好 現在開始小組討論 如果是 他的除以二充 對 就是除以二 也是除以二 所以這樣這兩個是一樣的 對不對 啊 五乘以三 十五 是不是找到一個了 對不對 那還可不可以再 還用整來用處的 哦 用整的對不對 好 好 停 你覺得你有比剛才進步的舉手 哦 所以這是一開始翻到的牌對不對 好 對 然後這裡過去也一樣乘以二 然後呢這個四分之二 是這裡除以十 然後這裡也除以十 OK 就等於四分之二 好 然後這十分之五是這兩個都除以五 哦 所以你有的時候用乘的 對 有時候用除的 是不是 不是 那有時候又用 嗯 嗯 那這個 這個是怎麼來的 就是這個跟這個都各除 哦 這除以二 對 那這個怎麼來的 然後這個就是這個 這兩個都各除 各乘以五 各乘以五 所以你們選擇策略是 有時候乘 有時候除 有時候除 有時候乘 哦這樣會比較多 是不是 所以不是 就只有用乘了 就是有時候除 有時候乘 有時候除 對不對 五十分之二十五是他們 所辦到的牌 然後就先把他們 全部都用上 沒辦法再除 然後再慢慢往上乘 就是這個乘二 然後這個乘六 然後這個乘四 然後再乘五 就是 然後這樣就可以寫很多 你看他特別找到這個 對不對 請問這個 這個還能夠再除下去嗎 不行了 不行了對不對 所以他先想辦法 把五十分之二十五 先找到怎樣 就是不能再除的 是不是 然後找到他以後 然後透過他怎樣 再往上面 存 你覺得這樣會不會找到很多 然後你看喔 他都是 他請問他是 他是這樣找嗎 請問一下 六他是怎麼來的 就是用這個乘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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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乘以後 所以六不是從他來的 不是 六不是從他來的 六是從什麼 二來的 對不對 八是從哪裡來的 四 也可以從二來 對不對 十勒 也可以從二來 可以二來 十二來 二來 四 四 喔 所以如果我找到了這個 這個分數 是不是 找到了這個分數 那麼就可以透過他 一直乘 一直乘 所以這個分數重不重要 重不重要 喔 老師稱呼他就是 分數小精靈 什麼樣的方法讓你得了很多分 來 子姐 就是因為他 假如是參與神難這樣 他就會先找出最簡單 就可以一直連成 喔 所以找到最簡單的 對不對 是不是 也就是找到不能再 再除的 這個最簡單的分數 我們就可以透過他 一直乘 就好對不對 好 那麼 我們說這個方式 就是找到了什麼 分數的小精靈 那你找到的分數小精靈 是不是可以透過他 可以找到很多對不對 這個分數小精靈有什麼特色 比很多的分數都還要小 比很多的分數都還要小 應該說分子分母都很小了 對不對 讓你算是變得更簡單 那分母已經變2了 然後你可能乘以50 它就變成100 然後就可以變得更簡單 喔 也就是如果你找到他的話 你就可以很容易找到 跟他一樣大的分數 對不對 你看你要乘以100 乘以50 都可以用他來用 對不對 好 因為透過他 我找了2倍 找了3倍 找了4倍 找了5倍 找了6倍 所以是不是所有他的 跟他一樣大的分數 我都可以 找出來 那你有沒有辦法告訴我 剛才學到了 找到分數小精靈 怎麼來協助你做這個題目呢 那 12分之9 怎麼來啊 那我這又不能除以 我又不能除以幾 那要怎麼樣比較能夠找到 他先變成分數小精靈 喔 所以先把他變成分數小精靈 那他分數小精靈是多少 呃 4分之3 4分之3 也就是 再把他除以 除以4 好 所以除以4 所以4分之3 3 12也除以4 變成3 對不對 那有了4分之3要找他 容易不容易 容易 因為這裡就變成幾倍 3倍 然後這個怎樣 3倍 所以可不可以證明說 這個分數跟這個分數 還有跟這個分數都是怎樣 最後有沒有同學要說說看 你今天學到了什麼 之前就是你以為這裡是 假如是20分之10 之前就以為它只可以乘2啊 然後這裡也只可以乘4 這樣一路乘下去 然後今天就學到分數小精靈 就可以再乘以更多 然後還可以連除更多 那你怎麼把變成20分之10 怎麼變成小精靈 就除以10 除以10 先整整整2 然後除以10 扣掉臉真的就等於 所以就算小精靈 就可以一路乘5 就會比原本 沒有用找分數小精靈 會找到更多的分數 是不是 好 那我們今天的課 就上到這邊 好 謝謝各位同學 我們下集見